SANSON GALAXI Note 7 大家好我是光胖 今天來要跟各位介紹的是三星最新的旗艦機種 SANSON GALAXI Note 7 那這次最新的Note系列 它的型號數字從上代的5一口氣跳到了7 那主要的原因除了是三星認為這次Note 7 比起Note 5有更大幅度的一個升級以外 它也希望能夠藉此消除同一個世代S系列 跟Note系列中間數字型號的一個落差 以免讓消費者老是覺得Note系列 好像都比S系列慢個一代的這種感覺 那究竟這次全新的Note 7呢? 它進步了多少? 首先我們先來看看它的硬體規格 SANSON GALAXI Note 7 配備5.7吋2K雙曲面Super AMOLED螢幕 機身採用7000型鋁耳晶 搭配雙面第五代康寧大型型雙曲面玻璃 機身與S-Pen均支援IP68防水防塵 處理器採用的是8核心的三星Exynos 8890 內建4GB LPDDR4 RAM 64GB UFS2.0 ROM 支援最高256GB的MicroSD記憶卡擴充 Note系配備1200萬畫素F1.7的Dual Pixel相機 支援OIS光學防手震 前鏡頭是500萬畫素 光圈同樣是F1.7 Note系支援CAT9的4G LTE台灣全頻段紋路 也具備3CA與雙卡雙待功能 電池容量為3500mAh 支援閃電快充與無線閃充功能 聲音辨識方面則支援指紋辨識以及紅膜辨識 接下來我們先從Note7的外型設計看起 三星從S6 Edge開始導入了雙面玻璃融合雙曲面螢幕的設計風格 之後的S7 Edge也沿用了這個設計語言 並且變得更加成熟 最新的Note7則在S7 Edge的基礎上面再次提升 這次Note7的正反兩面均採用了彎曲度相當接近的曲面玻璃設計 從側面看起來整個邊框的過度相當的滑順 形成了一道接近完美的弧線 這不僅讓機身的設計看起來更漂亮更完整 當你握在手上的時候也會得到非常舒適的持握手感 窄邊框與曲面螢幕的搭配 創造出來一個視覺效果 當你從正面來看這支手機的時候 它就好像是無邊框一樣 至於雙曲面螢幕會不會誤觸呢 我這幾天用起來感覺是還好 Note7有針對螢幕左右邊緣的觸控去做一些限制 所以用起來還蠻順手的 不管是單手來打字或是按一些APP 操作一些應用程式 感覺都不太容易會誤觸 不過也因為這個限制 所以有時候太邊緣的按鍵反而會有點不太好按 但至少誤觸的情況並不常見 螢幕的上方是500萬畫素的前鏡頭 旁邊是紅膜辨識用的鏡頭和紅外線LED 首頁鍵同樣支援指紋辨識 機針上方的卡槽可選擇插入雙卡 或是一張SIM卡加上一張MicroSD記憶卡 Note7的喇叭同樣設計在機針的底部 傳輸孔改為USB Type-C的新規格 後方的相機延續S7的模組 鏡頭只有些微的突出 一旁同樣可以看到補光燈和心跳感測器 Note7的S Pen採用和Note5一樣的按壓式設計 只要按一下筆尾就會自動彈出 而且這次的插槽有做防呆設計 可以避免不小心將S Pen反插然後拔不出來的意外 Note7支援全機IP68無蓋防塵防水 就算整支手機泡到水裡也沒有問題 而且不只手機本身達到這個防護標準 就連S Pen也同樣具備IP68等級 由於S Pen是電池式感應的手寫筆 所以甚至可以在水中使用 就算在水裡也是可以畫畫寫字 其實在外型設計這方面 我個人非常喜歡這次Note7的設計 它無論是在視覺上的美感 或是在實用性方面都取得一個非常好的平衡 我甚至認為Note7是三星有史以來最漂亮 而且手感最好的一款智慧型手機 不過如果我們用更嚴苛的標準來檢視這款產品 其實還是有一些小地方可以去做調整 如果仔細觀察Note7頂部以及底部的開孔 會發現它們的中線其實並沒有對齊 側面的按鍵以及正反兩面的玻璃 也不是百分之百的完全對稱 還有螢幕面板的直角 卻對上的是圓弧的黑邊 這些小細節或許都是對於內部結構的一種妥協 雖然不妨礙使用 一般人或許也不會在意 也不影響Note7的外型非常非常棒的客觀事實 但如果以完美作為唯一的目標 那麼這些看似雞蛋裡挑骨頭的小細節還是值得被檢討 至少在對線這件事情上 三星最大的對手蘋果在iPhone上就做得更極致一些 為什麼同樣都會碰到內部結構的問題 蘋果可以對線而三星不行 說穿了這並不是技術落差 而是對於這件事情有多在乎 甘不甘願妥協而已 Note7的S-Pen進步非常非常多 除了先前提到的防水功能 全新的S-Pen筆尖只有0.7mm 更細的筆尖可以提供更精確也更細緻的筆跡 感壓極速的部分大幅提升到4096接 這個數字甚至已經超越許多專業的繪圖版 反應速度的部分則是加快到了50ms 這代表筆觸的線條更能夠緊緊跟隨著筆尖移動 這對於手寫筆的使用體驗有直接的幫助 Note7的S-Pen繼承了Note5上所有的功能 基本上Note5能做到的Note7也都可以 而這次新增了三個主要功能 包括懸浮視窗切換、懸浮放大鏡、還有就是懸浮翻譯 懸浮視窗切換可以將目前使用的App最小化 只要將S-Pen懸浮在縮圖上面就可以進行預覽 但是一次只能縮小一個App 除了可以預覽以外 整體其實還不如原本的彈出視窗好用 彈出視窗除了可以一次開啟多個App 而且還不需要用到S-Pen 真的是非常便利 開啟懸浮放大鏡功能之後 只要將S-Pen懸停在螢幕上方 就可以自動放大那個區域1.5倍到3倍 至於懸浮翻譯功能 只要將S-Pen懸停在想要翻譯的文字上 系統就會自動進行翻譯 還可以點選Google發音 拍照或是圖片內的文字 也可以自動辨識來進行翻譯 這在出國的時候非常非常的好用 甚至App內的文字 它也可以直接來做翻譯 唯一的缺點是使用懸浮翻譯時 手機必須要在聯網的狀態下才可以使用 Note 7的S-Pen新增隨手便利貼功能 在螢幕鎖定時 抽出S-Pen就可以進行快捷MEMO 寫完之後按一下角落的圖釘標誌 就可以把這段筆記釘在鎖定畫面上一段時間 並透過Always On Display顯示提醒 之前的Note系列裡面都內建了一套叫做S-Note的筆記軟體 而在Note 7中換成了另一套叫做Sansung Notes的新App Sansung Notes除了有一些特殊的筆刷 還支援混色功能 例如我只要選擇藍色和黃色把它塗在畫面上 兩種顏色的交界處就會混出漸層的綠色 這時候如果我按下S-Pen筆聲側面的按鍵 還可以快速切換到橡皮擦功能 立刻就能把不想要的筆記擦掉 舊版的S-Note雖然沒有辦法混色 但是現階段來說 它的生產力應用還是比Sansung Notes強很多 像是一些圖表或是圖形繪製的功能 在目前的Sansung Notes中都還不支援 如果Note 7用戶想要用S-Note 還是可以到三星的Galaxy Apps商店去免費下載 Note 7支援把影片直接轉換成GIF動畫的功能 只要透過S-Pen的感應快捷環 選擇智慧選取功能 然後點右上角的GIF動畫按鍵 接著把框框對準想要轉換成GIF的區域 按下播放之後再點選框框底下的錄製 就可以將影片的一部分 輕鬆轉換成最長15秒的GIF動畫 Note 7除了指紋辨識以外 還加入了最新的紅魔辨識功能 使用者可以設定最多一組紅魔資訊 之後如果要解鎖手機 登入網站或是三星帳號 只要將手機拿到臉部前方約20公分處 掃一下就進去了 速度非常快 而掃描的畫面還有很多像是戰鬥力偵測器 小動物圖案的遮罩可以做使用 紅魔辨識的功能也可以和指紋辨識合併使用 如果你通通設定的話 無論是透過密碼圖形、指紋或是紅魔掃描 都可以解鎖手機 但要注意的是 紅魔辨識是透過相機掃描使用者的眼球 所以如果你配戴的是有色或是放大的引擎眼鏡 或是有色鏡片的眼鏡 或者是掃描的時候你的鏡片有反光干擾 這都有可能會影響紅魔辨識的效果 Note 7 內建了一個叫做安全資料夾的功能 你可以將私密的檔案像是照片或文件等等的放進去 也可以加入一些你不想讓其他人看到的APP 如果你要開啟這個資料夾 你就必須透過紅魔或是密碼等等的方式 來識別你的身份才可以進入 遊戲啟動器和遊戲工具這兩個功能 其實從S7和S7 Edge就已經加入了 它可以在遊戲中快速的讓你去錄製畫面截圖等等的 還有防止打擾、避免誤觸 最重要是還有遊戲省電的功能 它是非常實用的一項應用 Note 7 的省電模式非常強大 它除了可以透過限制效能來省電 還可以降低螢幕解析度到最低720P 減少手機因為輸出2K畫面而造成電力浪費 如果你不介意畫面看起來稍微模糊一些些的話 你可以把這個功能打開來降低耗電量 來延長你的電池續航力 Note 7 內建雙曲面螢幕 所以S7 Edge 上面的側螢幕選單 在Note 7 上面也找得到 只要從邊緣輕輕一滑就可以叫出來 裡面可以去設定聯絡人、App 或者是各種小工具 Note 7 的前後相機都是F1.7 的大光圈 後方相機採用跟S7一樣的1200萬畫素Duo Pixel相機 它擁有非常強的進階相位對焦能力 所以它的對焦速度非常非常的快 實際來進行測試 當畫面從近景慢慢移動到遠景 從遠景慢慢移動到近景 可以看到焦點的變換非常快速、準確而且滑順 它不會有對焦時候的伸縮那種感覺 這在錄影的時候相當實用 而快速對焦這點在晚上也相當有感 表現完全不會拖泥帶水 加上有光學防手震 讓Note 7 的夜拍成功率提升非常非常多 簡單來說 Note 7 的前後相機和S7完全一樣 而從網路上的機身拆解報告來看 兩者的相機模組確實也是相同的 所以反映到相片的品質上來說 無論是日拍或是夜拍 Note 7 都有相當優異的表現 雖然部分照片的細節會看到一些過度銳化的痕跡 但這也是三星一直以來的特色 照片質感偏向銳利 有些人喜歡 但有些人可能會覺得太over 不過不管怎麼說 Note 7 應該都是目前市面上 買得到最強的拍照手機之一 除了有良好的影像品質 Note 7 也針對了拍照介面進行優化 只要滑動螢幕 Note 7 就可以快速在選單和拍照模式之間做切換 例如上下滑動可以切換前後鏡頭 向左滑動切換到右邊的頁面 可以套用色彩濾鏡 向右滑動 左邊的頁面可以看到各種拍攝模式 其中包括可以長鋪最高10秒的專業模式 以及可以拍攝快速影片的縮時攝影模式 這個小小的改變 讓Note 7 的相機操作性比起以往的機種 又進步了不少 最後我們來談效能 Note 7 的效能其實沒有太多東西可以講 原因不是因為它的效能不好 而是因為Note 7 的重點規格 包括處理器、記憶體這些 幾乎都跟S7相同 所以說它們的跑分成績 其實也不會有太大的差異 從跑分來看 Note 7 在安兔兔的跑分成績 大概在13萬分到14萬分之間 這基本上就是S7的成績 我們整理了一下 Note 7 在其他跑分軟體的測試數字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表格 而在實際運作遊戲方面 用等級的機器基本上都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學到多數都可以順暢地執行 在電力表現部分 Note 7 內建了3500A的電池 續航力表現比起前一代有一些進步 雖然還是略出S7 Edge 但實際使用的差距應該不會太明顯 最後我們來總結一下這款產品 Note 7 基本上是所有的Note 系列 甚至是全部的三星手機裡面 造型最漂亮的一款 包含像是防水或是記憶卡擴充 這些Note 5 用物很想要的功能 也都在Note 7 裡面一次被加回來 在新的紅膜辨識的部分 也運作得相當不錯 它不只是一個噱頭而已 但是用不用得到就看個人 在 S Pen 的部分 軟硬體都有明顯的升級 而且相當的有感 尤其是懸浮翻譯和影片的GIF圖片擷取功能 這兩個功能是我最喜歡的 相機的部分 Note 7 雖然跟 S7 的相機 它的硬體配置其實差不多 拍攝效果也差不多 但是 Note 7 的拍照介面 有進行了一個優化 所以整體的使用體驗 我覺得還是比較好一些的 在效能部分 Note 7 也是 S7 的等級 基本上什麼 App 都可以順順地跑 在穩定性跟發熱控制上面 它也做得比較成熟一些 在電力表現 比起上一代的 Note 5 Note 7 也比較進步一些 還可以搭配加強版的省電功能 來做進一步的提升 所以說呢 如果你現在用的是 Note 5 那也覺得 Note 5 還不錯用 那其實你可以考慮一下換 Note 7 你會覺得更棒 那如果你現在已經是拿 S7 系列 那也覺得有沒有比 好像對你來說也不是那麼重要 對 S Pen 的需求不高 那其實你可以不用換也沒有關係 以上呢 就是這次針對 Samsung Galaxy Note 7 所做的介紹 如果呢對於影片的內容有什麼看法 或是疑問 可以留言給我們 也歡迎訂閱我們的 YouTube 頻道 或是到我們的網站 LPCOMON.COM來收看更多的報導